零妖 在2022年的今天 大部分的七零后都已经奔武了 而再过十年 晚年将不期而至 对于时光的流逝 韶华的不在 孔子曾有言 其微人也 发愤忘时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番话 足以概括七零后的大半生 我们都为了生活而奋斗 以至于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生活的美好 慢慢地 暮年的人生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对于普通人来说 如何在中年期顺风顺水 这是一种追求 而如何在晚年期安安稳稳 甚至拥抱美好的生活 那就是一种奢望了 有钱人自然可以无忧无虑 在日复一日的享受中 度过往后余生 可是 这世上之人 并非全部都是有钱人 至少有90%以上的人 都是无钱人 尤其是在背负贷款 成为常态的今时今日 打工人 或许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面对即将到来的晚年 70后的打工人 不妨给自己某几条生路 那是安稳的开始 02 第一条生路 多点开花 避免在一棵树上掉死 对于70后的打工人来说 最不幸的 莫过于人到中年便失业 被迫提前退休 不知道该如何赚钱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未来 失业 甚至灵活就业 那是当下社会的常态 更何况 随着科技以及潮流的发展 优胜劣汰 那是特别常见的情况 之所以我们会惧怕失业 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退路 如果有一天 你能发觉到不同的赚钱路子 那你的生活不就充满希望了吗 更何况 所有的道路都不是天降的 而是人自己探索出来的 在事业以及赚钱方面 我们千万不能死磕在某个领域 甚至在某棵树上吊死 或许多面开花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 那才是最优的选择 03 第二条生路 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 人到中年 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就是躺平 以及得过且过 根本没有什么追求和目标 到最后 他们的生活将一团糟 70后的打工人 如果存在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的想法 那很容易把自己逼到绝境当中 试想 未来十年 倘若我们被时代抛弃了 连混口饭吃的资格都没有 那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出现被淘汰的情况 那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学习 尽量做到跟时代同步伐 不与时代脱节 身边有一些70后的朋友 要么选择自己当小老板 要么选择在互联网上创业 反正一直折腾自己 就是为了跟上生活的节奏 而且他们还喜欢阅读 接受新的信息以及知识 可以说 打工人避免被淘汰最好的途径 便是在学习中探索到 属于自己的人生出路 04 第三条生路 自律有度 眼光长远 当人到了50岁的那一刻 面对复杂到极致的人生 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借用肖伯纳的一句话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什么是自我控制 直败一点来说 便是自律 尽量控制自己 往较为妥当的方向发展 千万不能走极端 过分偏执 比如说 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心态 而不能总是过分悲观 比如说 我们需要不断地锻炼 而不能让自己懈怠 比如说 我们需要劳逸结合 也不能透支自己的身体 所有的透支以及走极端 都会让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人 越是难以把控自己 越会让自己堕落于深渊当中 人 越是能够做到把控自己 越是能够获得内心的自由 这 就是自律的力量 05 第四条路 以健康为主 求稳一生 人活一世 其实什么都是虚的 包括我们手中的钱财 而只有一样东西是最为实在的 那就是我们的健康 有大量的金钱 而没有健康 那会让自己面临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的风险 唯有身体健康 那我们才能享受到 钱财带给我们的幸福 如果说健康是一 那金钱以及其余的一切 就是后续无数的零 缺乏了一 哪怕后面的零再多 也不过是水中月 镜中花罢了 70后的打工人 由于艰辛打拼多年 身体不免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这便是不幸的预示了 晚年所有的不幸 都从身体出现问题开始 所以说 以健康为主 为人求稳 那才是一种智慧 06 写到最后 在这个复杂到极致的社会里面生存 假如我们不为自己考虑 那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考虑 成年人 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 把生活过成一首歌的人 往往有着极强的风险意识 以及规划意识 反之 生活越过越糟糕的人 只能迷迷糊糊 也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 对于未来 70后的打工人 不必想太多 只要活在当下 做好自己 那就足够了 未来是 未来人 随远就好 仅此而已 近随 疏似 穳